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歡迎收看今天的穩超聖見節目 那當然今天的加權指數上漲了83點 但是你去把台積電扣掉 今天等於是都沒有漲 因為台積電今天漲8塊嘛 好 那這一波的航行裡面 其實你沒有買到太陽能的 你沒有買到國塑的 貿敵的 達能的 元金的 這些股票的話 那你這一波就沒有辦法賺得到錢對不對 這是太陽能的部分 還有另外一個族群叫什麼 叫做面板 之前友達群創都不會漲 最近都在漲 今天都創新高 也就是說最近的操作裡面 你錯過了這兩個族群 一個叫做太陽能 一個叫做面板 都沒有買到的話 那大概最近都是賺不到錢了 那外的行情該怎麼走 這個話發人深省 我相信之前的一個操作 對三個的分開是 你長期看老師的節目 三月份賺錢很快樂 只要膽子夠大 去買了就賺了嘛 四月份那更好 老師我要單股中壓 到五月份有點怕 但是股票買下去還是每天漲很快樂 六月份有些人怎麼樣 不敢買了 但是逼得去出手的人 逼自己去出手的人還是賺錢嗎 沒有錯吧 那七月八月可能就去買台積電 買聯電 一樣賺得到錢 那你現在有沒有發覺 老師這個賺錢好像越來越困難了 沒有錯 我剛剛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我講得非常清楚 最近這一個月裡面 你沒有買到太陽能的 你沒有買到這個面板的 友達群創的小型股 你是賺不到錢的 那絕大多數啦 這些投資人大概都沒有買 都沒有買 買的只是少數的嘛 對不對 那現在可能手中啊 資金部位還是非常大 可能套勞股票也不多啦 那今天上漲38 今天上漲了83點對不對 怎麼看 這個大盤在現在這個位置區 你要記得老師跟你講的 融資有1500多億 這個融資在這個地方要先解決嘛 怎麼樣來解決 一個叫做什麼 笨笨的是不是 直接往上走 融資就會減少嗎 好像不大可能嘛 對不對 還是掉下來 老師現在掉下來好像政府都會去撐 這個方法好像也不是行得通嘛 但是這個大盤它就是一個趨勢 個股也是一個趨勢啦 我們只要懂得說 這個趨勢未來的一個變化 我們要掌握到關鍵性的轉折 我相信怎麼樣就應該賺得到錢了 顏老師今天的測標你要看仔細一點 我們所有的股票都不會去做出最高的動作 我們就是要買低檔去起漲的 我們就是要買底部整理型態 進結束的時候 我們會帶領我們的會員提早去布局 但是最近很多會員在怪岩老師 老師 我跟你說你最近動作很少 你能不能把你的想法告訴我 我今天就把我的想法告訴你 這大盤融資還沒有洗乾淨 有時候進場買不用太擠好不好 來 我今天特別幫大家準備了一張 這個非常機密的一個圖卡好不好 我們大家一起來參考一下 來 之前這邊都沒有給你畫對不對 我今天給你畫了 到底是走第一個 老師 下殺取量 個股表現未來還會再漲 因為第四季是旺季 還是走一個所謂的下殺取量之後 再走一個反彈 再來一個多殺多 走一還是走二 走一走二對投資人 對投資們都有幫助 現在投資人不敢進場的原因是什麼 老師 這個股票就在這個高檔 上不上 下不下 每天震盪整理 震盪整理 還有一些老師會恐嚇我們 嚴老師會不會恐嚇你 不會啦 不會啦 只是這個我必須要講清楚 因為最近來參加嚴老師會員的 絕對不是說這個看電視看一兩天 就跑來參加的 不是啦 第一個 你這個老師有沒有誠信嗎 第二個 你這個老師會不會在節目裡面 胡說八道 每天跟你講多 每天跟你講空 多到最後 多到最後叫橫盤整理 空到最後也是橫盤整理 這個地方哪來什麼多空 這叫個股表現 這個地方才是一個關鍵好不好 未來的關鍵記得 閃戶投資人注意到用融資操作的 小心一點 未來要買是低位階的 要全力重壓的 老師最近沒有動作 你還說你要全力重壓 我不動作有我的原因 我不動作有我的原因 我現在要把所有的資金集中在一起 未來出現關鍵性轉折了 我會一次出手好不好 這個最近參加嚴老師會員的人 你放心好不好 如果說老師真的沒有出手的話 這個會期我都會補給你 但是我要看準以後再出手 我隨便出手其實對大家的幫助性 也不是很大 當然跟大家提到最近大漲是什麼 面板 面板我沒有興趣 如果說你是小額的投資人的話 友達注意一下有沒有 拉回注意一下 群創拉回注意一下 這兩個族群 但是有些股票反彈我是沒有做的 比如說2450的聯發科對不對 今天反彈嘛 這種反彈的我不會去做它 因為我認為的話這趨勢 往下機會應該還是非常大 3008大力光也是一樣 我不會帶你去買這個大力光 老師這個好像快到前波的一個低點了 這趨勢沒有改變啦 除非在這個地方趨勢改變嘛 我才會去做啦 一般趨勢不是很明顯的趨勢往下股票 我們都不會去做它 今天純粹的我們在節目裡面 我們今天我們不做生意好不好 我們今天老師陪你聊聊天啊 聊什麼 聊那個操作好不好 投資人最近操作應該對不對 都暖掉了 不好做 相對的你的老師也覺得不好做嘛 那既然都不好做就不要出手嘛 現金放在旁邊對不對 我們等個機會來了我們再去做 但是牌面上面當然啦 太陽能是最強的對不對 顏老師講太陽能圓金 昨天跟你講什麼 看未來 老師未來在什麼地方 未來在今天啊 今天嘛 今天去做動作的人啊 你會覺得說老師這個動作 真的是滿幸福的 因為你昨天在節目裡面告訴我們對不對 這個低檔區可以買嘛 拉到漲停板的話 這當然也可以賣 但是記得股票操作看未來 我真的看到未來了 那記得股票是有買有賣 有買有賣 不是每天買 也不是每天想去放空 這個操作習性 稍微要改一下好不好 真的你來得及上車的啦 當時候在低檔區啊 你勇於去做出一個買進的投資人啊 我都恭喜你啊 但是漲到這邊啊 我跟你講喔 你不要認為說他漲完喔 這邊也許說有個小小的拉回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怎麼買 這個才是重點啊 當然有人會告訴你啊 這個低檔區去買的人對不對 可以賺多少錢 這個地方成交量比較小啦 一般導賊人比較不敢買 但是來到這個地方 要成交量開始放大囉 放大囉 這個地方也是一個不錯的點 那創新高現在就要等拉回 股票不是每天買好不好 我跟你講在太陽能 有些可以做短線的 有些的話你就必須要怎麼樣 要波段操作 這個比較適合波段來操作啦 但是還是要等拉回 因為今天的話又來一根漲停板 那國塑也是一樣 這個要拉得非常直啦 拉得非常直啦 我禮拜一跟你講什麼 先賣後買 禮拜二打跌停 這個有沒有先講 禮拜一跟你講先賣嘛 後面買嘛 禮拜二就打跌停啊 打跌停很多人不敢動作啦 你不要騙我啦 國塑打跌停你敢動作 你敢不 昨天 真的咧老師 跌停板買的話 隔天就漲停了咧 那今天咧 今天再來一根 今天再來一根好不好 老師要不要賣 你當然可以賣啊 有賺錢當然可以賣啊 股票不要那邊很保守的去看待說 這個一定要抱很長 一定要抱很久 都不用啦 其實隨意一下好不好 做個價差也不錯啦 也不錯啦 有賺到錢的話 老師都恭喜你啊 當然有人現在說生計股不好嘛 對不對 但是我不這樣子認為啦 生計股其實的話 你要看個股表現啦 好不好 比如說你看太陽能就是強嘛 除了這張股票以外 老是這個冒底啦 帽底比較適合做價差啦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啦好不好 這個對不對 跌停板你敢買的 掌停板就賣掉就可以了啦 那老師這支股票你現在有沒有做 我沒有做啊 我賣掉了我就跟你講我賣掉了好不好 我相信我的會員都要看節目啊 自己不能騙自己 尤其是欺騙會員的動作啊 我不會去做啊我就賣掉了嘛 賣掉就好了就賺錢了嘛 這個簡訊給你看一下就沒關係啊 那股票漲上去你要會賣啊好不好 還在節目裡提醒你啊先出一趟 拉回再接 我下次在節目裡面 我就不會去做預告了 很多人看電視都有賺錢 我知道啦 但是不希望你這樣做 有時候老是要不要忙啊 有時候賣掉了 我在節目裡面就不會再公告好不好 那有人說升級內股很難做 這支股票會很難做嗎 不會啊 你覺得很難做嗎 我覺得不會啊 節奏要抓好 節奏要抓好 9月8號我跟你講什麼 我說漲停板可以先賣一趟 賣掉你知道嗎 等拉回嘛 禮拜三有沒有拉回 有沒有 有沒有拉回有嗎 拉回你還是可以再賣一趟好不好 不會要照做看未來 老師禮拜三的未來就是禮拜四 沒有錯 漲到分盤交易了 不要再追了我先講喔 不要再追了喔 你可以錄起來 顏老師說的升華哥不要再追了 不要再追了喔 漲到分盤交易還在追 分盤交易的股票就不要去看他啦 不要去看他啦 那最近很多投資人 因為這大盤不好 常常會找老師聊聊天 我乾脆今天一次說清楚好不好 這個大盤的操作其實就是一個趨勢的操作 趨勢的操作分做三種嘛 一個叫底部進場 3月19號來到8000多點 加選指數嘛 在大家不敢買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危機入市 從3月19號一路大漲到多少 7月28號 加選指數創一個波段的新高 來到13000點 來到13000點 這個中間過成了四個月 也就是台股今年最大的行情 就集中在3月19號 一路大漲到多少 7月28號 過了7月28號之後 行情記錄到上個月是8月 這個月是9月 你會發現老師越來越難做 我講的是實話嘛 這邊在高檔震盪嘛 會好做嗎 內股輪動快 今天漲東 明天漲西 今天一檔股票漲 明天它又開始跌了嘛 滴滴確確不好做 那不好做該怎麼做 你總不能說老師不好做 我退出股票市場嘛 其實有方法的 第一個你手中有一些股票 真的是走空頭的話 你趕快把它賣一賣 先把資金抽回來 抽回來怎麼樣 找一個關鍵的點位嘛 我再帶著你來做好不好 我今天先講一下好不好 我們今天先徵求全國的投資人 你對你手中的股票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 你在這個QR Code裡面 你找得到答案 你也找得到我 你手中有股票的問題 買下去不會漲的 抱太久的 有生計類股的 還有一些賺錢的股票 真的很多人最近掃瞞QR Code啊 我一看全部都賺錢 有些人賺錢不知道該怎麼賣的 套太生的是大力光 套太生的是什麼 連發課 這個好的跟壞的都是摻雜在一起的 你真的需要顏老師幫你的 那今天你趕快掃瞞QR Code 一切都來得及 老師幫你做兩個動作嘛 一個股票該賣就賣了好不好 為什麼要賣 我們把資金抽回來 我們等待這個大盤 出現所謂的關鍵性的轉折 也許要急跌嘛 對不對 把人不敢賣 我來搶你賣 我有我的看法 但是今天你必須要找得到顏老師 我在運動財運台很久了 你們也看很久了 對不對 也看很久了嘛 真的需要顏老師伸出雙手 我今天非常有空 因為我最近都沒有出手 我最近都沒有出手了 我要先解決各位手中股票的問題 但我昨天有賣一檔 對不對 小算嘛 小算就不用再講了 送給你們好不好 未來的話我希望說幫大家賺更多 但是出手點很重要 顏老師不是一個隨便的人 隨便買 隨便出手 每天去買 每天跟你講掌停板 掌停板 不會啦 還是每天在節目裡恐嚇你 美國川普怎麼樣啦 金小胖怎麼樣啦 這個武漢肺炎 大家都會死翹翹 需要這樣講嗎 那個叫做生意 我不做生意好不好 我們來交朋友 你看節目就是顏老師的朋友 只要你認同我好不好 你認同顏老師是個正派經營的 我只講對的事情 我只解真實的盤 我不會就解一些亂七八糟的盤 這個叫空方 我看不懂來教教我好不好 什麼地方叫空方 兩個月沒有跌了 還兩個月叫空方 這叫區間好不好 我來教你 不懂我來教你 這叫區間嘛 對不對 這叫上升軌道 小學三年級 學生應該他都會啦 那我們不要去講過去叫上升軌道 現在叫區間 未來怎麼做 未來最重要取決點在什麼地方 在融資 融資現在有1500億 你要先把融資先解決了 你就知道大盤未來的走勢了嗎 就那麼簡單 想那麼多 川普要選舉了 金小胖不用選對不對 你管他那麼多啊 有兩個小和尚在那邊聊天 小和尚跟大和尚 小和尚跟大和尚講說 這個最近有人都在講我的壞話 大和尚問他說誰講你的壞話 他說大師兄 二師兄 三師弟 都講我的壞話 那個大和尚跟他講 是你自己講自己的壞話 小和尚說沒有啊 我自己怎麼可能會講自己的壞話 那個主持就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 你如果說人家的話影響到你的話 那你就是自己在講自己的閒話 其實台股的大盤也是一樣嘛 你看得懂的人啊 只有一個方向 這邊一路喊多嘛 到這邊就是屬於一個區間嘛 哪裡有看到空方走勢啊 看不到 看不到啊 但是這個當然投資人他不是很懂 我今天這個背負一個重大的使命 公司高層指示演老師 老師你今天反正這個大盤在走區間 你的動作也沒那麼多啦 趕快幫投資人解決手中股票操作的一個問題 好 我就遵命 手中股票有問題了 來今天掃描我們的QR Code好不好 掃描我們的QR Code就可以了 留下你的姓名跟聯絡的一個方式 就找得到我 找到我之後 先解決你手中股票的問題嘛 解決好了之後當然這個關鍵性的轉折 我就會通知你好不好 那當然有人很急啦 老師啊你有沒有一檔股票 我們大家來參考一下 我說可以啊 但是這檔股票我先講喔 只能做不能說啊 我把它封為到9月的神秘標股 只能做不能說 周杰仁不是說過嗎 不能說的秘密對不對 這檔股票也是個秘密好不好 你想要參與的我先講喔 好 我先講喔 你要先掃描QR Code好不好 先完成登記 每一個人機會都是一樣的 我們這一檔神秘標股 不會在節目裡面公告 但是你掃描QR Code 留下姓名跟電話 我會在LINE裡面告訴你 我會提早告訴你 不會等發動點才告訴你喔 我今天徵求就10位好不好 10位看節目跟顏老師有緣的 我們今天來結個緣 9月份的神秘標股要進場 我會提早通知你好不好 但是記得掃描QR Code 都要留下姓名跟電話 老師打電話可以嗎 可以喔 打電話的一樣 岩老師徵求10名的見證人 這10名岩老師本人我親自通知 這樣子夠誠意的吧 但是這檔股票神秘標股 你一定要來參與好不好 發動點到了之後 不管你是掃描QR Code的 不管你是打電話的 前面10位都是由岩老師我親自通知 好不好 要想參與我們神秘標股提早佈局的 徵求10位見證人 岩老師親自通知一定要參與 現在掃描QR Code 留下的姓名跟電話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 9933 2321 9933 一栋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源投顾智股专线 022321 9933 2321 9933 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牌式策略悬股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 9933 2321 9933 红灯冲啊 麻烦靠边 有警察 奸酸 大圣啊 千般不当落跑啊 违规拒绝拦截逃逸 不仅危险 还要多吃一张 最重三万元的罚单 并且掉扣驾照六个月内 下回 会这么大 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 更会被最重处罚十五万 并吊销驾照哦 那要赖喉 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 违规拒减逃逸 重拔加扣照 致死伤 吊销驾照 内政部签证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等待时机出手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因为目前为止 融资余额真的是过高了 我希望这个大盘来一次大震荡 来一次大洗盘 把这些融资客全部洗下车 如果说融资没有洗干净 这个大盘我认为要大涨的机会 真的是非常小 所以说这个地方操作上面 严老师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 希望你能够听得下去 那长期收看老师节目的 我相信每一档股票 应该都有帮助到大家了 那最近要注意双红 因为第四季电子业的一个旺季 这个叫做龙头指标性值的股票 相昂 还有什么 旗红 两个你可以挑一档好不好 可以挑一档 老师到底是相昂比较好呢 还是旗红比较好 你自己稍微考虑一下好不好 我们的操作其实该出手就出手 对不对 现在我就跟你讲要保守一点 好不好 要保守一点 该保守就保守 这个时候就是要出手嘛 就是要中押嘛 那现在呢 现在等到一个机会好不好 先把融资洗一洗啦 洗一洗 更清晰你知道吗 之前我们做过这个嘛 GIS 这个未来还是要注意一下好不好 这个叫什么 上盈 创新高 这小支的叫薪金投控 现在还有人在问 老师惠特该怎么办 惠特你应该赚钱嘛 对不对 你应该不会赔钱嘛 那股价创新高你还会赔钱吗 不会吧 老师汽车類股呢 这边自己看好不好 自己看这个小支的涨完了 就卖一卖 卖一卖好不好 宣德也是一样 拉回再想办法 你最近的操作一定是太阳能嘛 有赚钱 援金 卖一卖好不好 国售也是一样 塑和我来秀简讯给你看 对不对 生技类股的昇华科 这起太多了 起太强了 先把钱放下垃圾了 未来的操作要看准了以后再出手 不是随随便便就出手嘛 当然你股票有问题 你今天可以扫描QR Code你来找我 我诚心诚意的要帮助大家了 那9月份未来的一个标股的话 你也不用急 你今天只要扫描我们的QR Code 扫描我们的QR Code 要留下电话跟姓名好不好 你扫描之后 你没有留下电话跟姓名 我跟你讲 我们9月份的神秘标股 没有办法通知你 找不到你 你扫描QR Code 要留下姓名跟电话 9月份的神秘标股发动点到了 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提醒你 今天前面10位的 不管你是用打电话的前面10位 还是你用扫描QR Code的前面10位 都愿意当颜老师的见证人 我们这张股要在发动点 我们就会通知你好不好 9月份这张神秘标股 只能做不能说的 希望大家怎么样 共襄盛举 要想参与的人 赶快扫描我们QR Code 扫完QR Code之后 留下姓名跟联络的一个电话 发动点 我们会请专人 专线来做出个通知 前10位的 颜老师亲自通知 我们明天见 放置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笔财尽在运通 楼园同固年分析师 历经多次蜿蜒于空头 拥有20多年股市经验 擅长基本面分析 经验大盘结构 最能冻足极限 充分掌握风险 积极拜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绩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楼园同固制服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你好 阿嬷 你好 我们是来给你送小红平安的 这是我们出来24点钟的保庙 第一个时间 他可以给我们纳穿